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央视网主持人黄鹤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大家跟随我的镜头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发射塔架当中啊 我们的神舟14号载人飞船呢 已经整装待发了 再过几天呢 它也是准备去征战太空了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将会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我们的载人飞船发射之前 都要进行哪些准备工作 好的话不多说 跟随我的镜头 出发吧 各位网友 我们知道每一次航天任务的发射 都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那在这个其中呢 就具有很多的复杂性 而每一次火箭能否顺利发射成功呢 也与很多的因素都息息相关 那在这个其中啊 有一项因素是最不容忽视的 那就是气象因素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也有幸邀请到了 我们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气象室的主任杨靖剑 杨主任 请他来和我们聊一聊 每一次在任务发射前 他都是如何来保障任务的顺利进行 杨主任你好 你好 杨主任和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 杨主任我们知道 气象人其实是不直接接触火箭的 可是却每一次都影响着 直接影响着火箭的是否顺利发射 是的 那么我们的神尸四也是发射在即啊 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发射塔架下面了啊 对 那么在这个发射任务的前夕 咱们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呢 来保证任务的顺利发射 航天发射对气象要求特别重要 气象是航天发射的一个 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气象条件不满足发射要求 这发射是不能进行的 我们在任务前夕啊 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比如说设备的检修检测准备工作 我们还要根据这个发射季节 重点的一些天教术 进行了专题的一些技术准备 分析和研判 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个垂直转运过程 对我们气象来说要求是特别严格的 整个这个转运过程中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但是飞船是在火箭的顶部已经夹住了燃料 而火箭本身却是一个没有夹住燃料是一个空的 仅靠几个螺酸固定在这个活动发射平台上 整个这个垂直转运过程特别怕风 风力一旦夹打尤其在半途 风力一夹打会对火箭造成一些损害 甚至是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灾难性的一些后果 刚才通过您的形容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头中脚轻的 对它就是个头中脚轻的一个大胖子 大胖子 那么在转运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像风速啊 风力的这个影响就对它的转运就影响比较大 对对对 特别是这个跟火箭高度一致的0到80米高度内的这个风的风力的影响 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值 比如说什么样的风速的条件下 我们就可以完成转运 我们希望是风速越小越好 但是理想的状态就是越小越好 但是有一个上限是整程不能超过10米 不能超过10米 那么杨主任无论是这个火箭的转运也好 还有火箭的发射 其实我们看到转运也是有这个时间的 但它的时间有的时候是在上午啊 是在下午发射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在凌晨 有的时候在晚上 有的时候也是在一大早 发射时间也是不同 那么它肯定是有一个这个最佳的窗口期的 它发射窗口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天上运行的那个核心舱的这个轨道 一个对接需求 然后气象呢 只是来判断这个窗口满足不满足发射的一个要求 那我们知道这个气象可能是在执行任务前啊 具有我了解到的 具有一票否决权 是的 就是说在转运的过程当中啊 如果气象部门说这个条件不具备转运的条件的话 那可能就不能进行这件任务是吧 不仅是转运发射也是一样的 天气不满足的话是不能进行的 不能不能进行发射的 所以我们气象部门在我们每一次任务的执行前啊 作为这样啊要采集到的数据就要要求特别的精准精确 那么目前都采集这些相关的气象数据啊 都有哪些设备呢 都要怎么进行采集呢 我们在发射厂周边也建设了很多这种自动枪战 我们近几年也布设了一些天气雷达 一些探空雷达 在发射塔架这是不是也有 塔架周边 因为离塔架太近的话是不允许的 它发射时有震动和损坏 然后像一些散电定位 地面和空中电场的一些监测 包括一些这种风光线雷达 测高空风的风光线雷达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专用的一些特殊要素的一些设备 很多 那么监测到的这些数据啊 其实点位应该说是非常的多 采集到的数据也是各种各样的 对 那么怎么就是现在我就想了解一下 这个监测的设备和以前相比啊 它是不是变化特别大 变化很大 尤其是最近几年 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和这个投入力度的这个增大 我们的这个设备布局 在发射场周边的这个监测网络更加完善 点位更多更丰富 而且我们有一些 主要的一些像天气雷达 峰会线雷达 地面电场 空中电场 散电定位包括风险雷达都是进行了一个升级换代 而且我们的数据预报产品也进行了也是引进了现在是最先进的一些数据预报产品 包括云图也是引进了咱们国家最新的风云4A这个微信云图 我们做到这个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都比以前有极大的一个提高 您能不能用您的切身感受给大家来这个讲述一下 以前你们要采集一项数据要保证它的准确性 以前的数据分辨率特别特别低 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都比较低 以前就是气象预报就是一个经验加外推 所以我们现在的数据预报和我们的一些经验总结基本上能做到48小时以内准确率非常非常非常高 那么您能不能结合这一次神14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 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各方面的咱们气象部门的这个准备情况 我们的准备情况主要是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观察测和设备这块的一个准备 比如说观察测一些耗彩一些设备的一个检修一个性能的一个测试 包括周边一些站点设备的一个检定 使那个确保数据是真实准确的 另外一类就是我们预报这块预报技术的一个准备 我们就针对6月份这个发射季节 发射场容易遇到的这种阵性对流天气带来的阵性大风降水 还有一些高空风 最主要的几个自由因素进行了一个专题技术准备 我们翻查了近20年历史同期这种同类型的这种天气 分析它的这个天气形势 天气这种背景和这种变好规律和量级 总结出这种预报规律和预报着眼点 为我们准确预报发射窗口的天气 做好这种技术的一个储备 杨主任在这里我就有一个疑问 您刚才提到了 我以为发射的时候只要监测现在的这个天气数据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拿出20年来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同期的对比呢 我们是要找出这种历史同期 这种历史就是天气最恶劣的情况下 能出现什么天气 做到心中有这种样本 心中有数 就是大家说的熏有成竹 其实杨主任我特别想了解一下 在每次咱们保障这个航天任务的发射的时候 前期这个咱们的部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要提供非常准确的观测数据 观测和预报 观测和预报 那您每次来执行这个保障任务的时候 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心情 虽然说每次任务发射实施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做到了心中有数 但是毕竟预报是一个接近 逼近这个实况的一个过程 第二天的实况毕竟是天有不彻风云 也是每次任务执行的时候 也都是有一些提心吊胆的一个感觉 甚至有的时候是有心惊肉跳的感觉 但是我们依靠周边的比较完善的监测网络 我们还是能在至少能提前一个小时以上 能监测到一些可能的一些危险天气 对任务安全其实是我们还是能有一定的 能有比较可靠的保证的 那么在这么多次保证任务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出现过突发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天气突然转变 比预想的要差一些的这种情况 我们又是怎么处理的 有 而且次数还不是太少 是吗 对 次数不是太少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第一个是要研判突发的这种天气 它的性质 它的影响程度 影响量级 影响时间 影响范围 然后给领导汇报清楚 让首长对这种可能面临的风险 有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研判这个系统 这种临时突发的这种系统的这种演变趋势 然后也是根据我们多年的一些预告经验和这种天气背景 来进行一个研判 然后做出一个结论符合不符合任务的一个放行条件 然后最主要的还有我们要考虑的一个保底的就是 影不影响任务发射安全 如果影响安全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建议和意见 就我们认为这个天气的一个意见 会向各级领导进行一个汇报 其实我们知道天气真的是这个每分钟每一秒 它都在变化 这没有办法是人为操控的 所以这就可以咱们的观测数据 预报数据等等增加了很大的这个难度 并且在这里还可以跟网友朋友们透露一下 我们杨种人这样的气象人 有一个本事就是出门先看天 是有这种说法吗 也叫职业习惯 职业习惯 您跟我们来讲一讲 为什么会有这个职业习惯 比如说我们预报今天有大风 或者今天阴天有雨 我早上睡醒之后 第一件事拉开窗帘看一下天气 然后比如说预报今天有沙尘 我都会打电话查询一下 然后问一下我们的值班人员 几点出的这种沙尘 几点出的这种大风 几点出的这种降水 做到印证一下自己做的预报 跟实况是不是一致 所以也就是我们心中时时刻刻都有那一根弦 对一直绷着一根弦 对一直紧绷着 要看到我们监测的数据和实时的天气 是不是吻合的 一旦要是不吻合 得马上的再去进行 对再查找这个原因 分析这个出现偏差的原因 所以每一个航天人 他可能各个系统不一样 但是每个系统又有专属于自己的这样的职业特点 是的 刚才杨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观测天气 有很多的观测的设备 有很多的观测数据 杨主任您现在就带我去看一下 咱们具体是观测哪些方面的这些数据 都是如何观测的好吗 好的 杨主任 刚才您带领我感受到了 咱们在这个气象部门 有很多的这个监测设备 分布在很多的点位 并且会将我们采集到的数据传回 然后咱们再进行分析 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结合 咱们这个显示大屏介绍一下 咱们的采集的都有哪些数据 要如何来进行分析呢 我们这采集的那个气象数据主要分两类 一类是我们发射长周边 我们自己建设部设的一些气象观察车设备 这类的数据 经过这个数据采集和传输之后 汇总到我们西洋室 进行一些分析处理 然后供我们的预报员使用 那第二类呢 是我们通过这个卫星 接收的国家气象局下发的一些数据预报 和那个全国的一些站点资料 这也是经过分析处理给预报员使用 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在我们大厅 我们这个软件平台上 在这个大屏上进行一个显示 综合的一个显示分析 我们约完进行分析处理之后 得出自己的一些预报结论 然后最后给各级领导和任务汇报 任务使用 那么杨主任在每一次任务发射之前 大概会采集多大体量的这个数据内容 我们统计了一下 每天我们自己采集的一些数据 有几万条 就是都是分钟级 甚至是秒级的 然后我们收到的数据预报的数据总量 是30个G 30个G 30个G 每天是吗 对 每天 包括云图 数据预报 各种集合预报产品 光听您说这个数字 30个G 有点抽象 这该怎么样的理解呢 让我们大家感受到 也就是每一次天气会上之前 我们一个合格的 一个比较成熟的预报员 每天要必看的一些信用资料 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检索完 才能分析完 就最主要的 一个半小时才能够分析 天气越复杂 要看的资料越多 天气简单的时候 现在来说要一个小时左右 那您给我们也结合这个大屏 给我们介绍一下 都有哪些种类的数据 好吗 哪些方面的 大屏上可以显示的是 第一类数据 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天气实况 第二类就是我们 发射厂的一些高空的 高空探测的一些数据 第三类就是一些数据 数据预报类的一些数据 第四类就是微信云图 这种能粘度 雷电 地面电场和空中电场 监测类的一些数据 主要是这四类数据 然后再加上一些特殊要素的一些 比如说是沙尘 包括一些周边的一些水情 这类的数据 那么杨总人 我们知道神舟十四 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 也是发射在一起 那么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气象情况怎么样呢 现在来看 明后天2号3号 有个比较明显的冷空气 有短时的大风 甚至还有降水天气出现 4号5号相对来说是一个空荡期 没有太恶劣的天气 目前来看是满足发射条件的 听到您这样说 就是气象任务是能够保障 我们这一次发射任务的 是 目前来看是满足的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数据的采集 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些图像也好 数字也好 但是大家可能都非常的好奇 这个具体的气象的一些数据 是如何进行探测的 如何进行采集的 您带我们去感受一下好吗 好的 现在就是正在给我们的 探空气球进行 那个清晰的充填 利用清晰比这个空气的密度也小 产生的这个浮力 把探空仪带到空中 进行各个高度的 数据的采集 杨主任您能带我们进去看一下吗 好的 这种气球都是我们气象还有特质的 特质的气球 橡胶气球 也就是它的材质是橡胶类的 我能够碰一下吗 可以啊 这和我们平时的这种看到的气球不太一样 对 它要 对 它的这个材质摸起来的手感要更顺滑一点 然后是不是也更结实一点 它的弹力 这个承受力很强 能飞到20公里到30公里才会爆炸 二三十公里 那正常我们的看到的那种气球大概飞到多高就该爆炸了呢 气球基本上就几公里就不行了 几公里就不行了 几公里就不行了 啊 这上面我看到有写了一个这个750克 这个数字指的是什么 球皮的重量 球皮的重量啊 球皮越大 这个氢气的容量越大 它的那个爆大高度就越高 所以能看到的那个高度就越高 啊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这个气球的球皮重量就是750克 对对对 那还会有不同的这个重量的和型号的这样的气球 对各种规格的 也有更普遍的是这种白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 那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规格对于探测到的数据是有分类的吗 主要是这个规格 这个球皮越重 氢气冲的氢气量越多 它上升的那个高度上限就越高 越高啊 对 那也就是监测到的数据 就越多越丰富 越多越丰富 它的窄色就可以越大了 啊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要放的气球主要采集到的是哪些方面的数据 是发射场 发射场上空0到20公里 不同高度成内的气温 风向 风速 湿度 密度和这个大气折射指数 哦 这么多的数据都可以通过这一个气球来采集得到 对 气球底下带着一个探空仪 一个监测设备 数据采集设备 哦 就通过那个来采集 那像这样一个规格的气球 大概冲氢气一般要冲多久啊 冲气很快 主要是制氢 这个氢气制备的这个过程比较慢一些 这样一个气球的话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 到两个小时的制氢时间 哦 制氢时间 不是提前储备的而是每次根据任务的需求 呃 它有一定的提前量 有一定的这个储备量 哦 有一定的储备量 哦 那这怎么看这个氢气就充满了呢 我看现在这已经都 他们有时能有那个氢气体积的一个测量的一个东西 哦 那像这样的气球 那么在任务保断前夕 或者说这个 呃 我们就在任务在即的时候吧 大概会以什么样的一种 这个频率去采集数据呢 呃 我们日常的业务是每天早晚各放一次 然后任务期间是根据任务需要 最多 最频繁的就是最密的情况是做到两小时一次 嗯 主要是考虑到气球 从释放到数据获取完毕 这个过程 需要上升过程 需要继续两个小时 哦 就是从这个气球充气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 到现在准备工作到数据处理完 数据处理完 整个的这个流程是不到两个多小时 哦 他昨天最后撤那个升力 啊 升力 就是那个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太小了 上升速度很慢 甚至带不起那个窄荷 嗯 太大到升力太大 上升速度又过快 嗯 可能采集数据就有一些 不是太准确了 哦 所以它是 它底下会有一些砝码来测 哦 有砝码来测 就是这个气球 不能冲的太满 对 也不能冲的气太不够 对 哦 它是分离那个窄荷 那个残空鱼的重量 来 对 来 来进行 哇 这个气球真的挺大的 我不知道大家从镜头当中 能不能感受得到啊 但是 这比我平时看到的任何的这个气球大多了啊 而且它的手感摸起来好像很薄啊 但是它的弹力呢 却又很大啊 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是这个气球还有别的颜色的 还有什么颜色的呢 还有红的和黑的 红的和黑的 主要常规用的就是这个白色 因为有的时候天体背景比较复杂的时候 白色不容易识别 啊 有的时候就需要用一些红色的和黑色的 哦 主要它不同的颜色是起到一个标记的 对 有标记的 便于我们监测到它 便于从背景里头识别出来 哦 但是无论是什么颜色的 它的材质什么都是一样的 材质都是一样的 材质都是一样的 原理都是一样的 哦 原理是一样的 哎呀可以看到这越来越大了 嗯 我原来以为啊是这个气球冲到满啊什么 可能是以眼人看啊或者用手感感觉 哎这现在好像停了 其实它有一个特别严谨的数据 这个质清量啊 每一个气球 是多 这里面要存放多少的清 大家看到了吗 这有一个这个动作 这个球啊 这个球 这个杨主任您也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看大家工作人员刚才都来摸这个球 嗯 因为这个房间是特别怕静电 特别怕火种 火种就好控制 静电不太好控制 嗯 所以进入这个房间有两个工作 第一个要穿防静电服 嗯 第二个是要不停的 不间断的 嗯 就要释放身上手上的这个静电 哦 怕引起这种静电产生的火花 所以就是啊 每次工作之前 尤其跟亲戚接触之前 接触的 嗯 要摸一下这个 对 需求静电 哦 嗯 我看这个球 现在这个气体应该冲的 反正已经比较满了 嗯 它根据底下的砝码的重量 嗯 来判断的 嗯 那比如说这个球 已经 这个 探测球啊 已经充满气了 您刚才还提到了 下面要放一个监测的仪器设备 对 探空仪 探空仪 对 探空仪 那这个探空仪 每次放到 天上去 这个采集到的数据 它也就随之 就没有办法再进行回收 没有办法回收 因为它 斜上升的这个 距离 于法尔坦中 最远的能到100公里左右 就到特别山沙漠无温区 嗯 没有 也没有回收的价值了 嗯 基本上就摔烂了 摔坏了 嗯 哎呀 大家看到 我离它近一点就能看到 它比人高多了 这个体积还真的是很庞大的 是 这和我当时想象得到探测气象的这个设备 真的不太一样 嗯 杨主任我看这一台 我们的这叫探测仪 对 探空仪 已经校准完 而且已经信号已经测试完 啊 现在这就要绑合这个气球上 对 啊 这个线要这么长啊 它是要有一个那个收敛的 那个摆动的一个收敛 这个长度 嗯 它是长度是有讲究的 啊 你长度不合适的话 它摆动幅度会越来越大 啊 这个长度是 中摆的一个收敛长度 那这个长度 大概有多长的杨主任 嗯 30米 30米左右 其实也就是防止 因为这个探空仪 刚才我拿手也测量了一下 它其实挺轻的 对啊 那主要就是要保障 这个距离就是要保障 它在升上天空的时候 这个摆动是一个收敛的一个 一个长度 对 这样也就是便于采集到的数据 更加的准确 更加准确一些 这应该说前期的准备工作 都已经完成了 对 气球已经充填完毕 这个探空仪也已经检定 这个信号测试都已经完成 嗯 符合要求就可以进行释放了 现在就 就是正在进行这个气球的释放 嗯 其实我看到今天这个天气啊 没有什么风啊 有一些微弱的东风 微弱的东风啊 这样子 就可以了 就这样了 我怎么办 就像这个天气 也有个人 这样子 我对你这么一样的 但是我现在就知道 我现在来说 现在就像一个人的 就像一个人的 在学校的 然后我说 你这样子 是一个人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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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杨主任看到缓缓升起的这个气球 仿如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航天事业的腾飞 蒸蒸日上 蒸蒸日上 真的是这样 其实航空事业的 我们说每一次任务的顺利的发射 每一次火箭的顺利的腾飞都离不开我们在和航天事业相关的每一个航天人默默无闻的奉献和艰苦的付出 所以呢在这里我这一次看到这个气象部门啊 作为在每一次任务发射前提供重要数据的一个部门 真的看到他们在背后所进行的努力的工作啊 才能保证每一次任务发射的顺利和成功 在这里我们也要向气象人致敬 好的那这一次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网友朋友们的关注 再见